你回了英国你就不想我 算了 不想说就别说了 在你走之前 咱们干一杯总不算过分吧 来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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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机委正在查黄立军 还有那个海武德 什么 难道还是为了打黑的事 恐怕没这么简单 我是担心 中机委盯上了这小子 在锦州的研究中心 要是这事泄了密 你这条命能不能保住 都是个问题 周书记 黄立军这边的事我正在处理 保证不会让他落到中纪委手里的 还有那个海武德 黄立军毕竟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海武德是英国人 你不好控制局面呢 明白 周书记 这个英国老最不可靠 迟早是个祸根 对了 下周你来北京开会的时候 中纪委姓贺的 可能会找你探口风 你要先有个准备 到时候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心里要有个数 谢谢书记提醒 好的 好的 我明白 就吃这个 是啊 你刚来水土不服 所以啊 先吃顿馒头垫垫底 之后啊 再试吃什么地沟油啊 毒豆角啊 你放心 我保证让你全程体验毒舌上的中国 是吧 这红潮有什么好 公民各个骗要跟他学 如果可能的话 在你请假外出这几天 最好也顺便关注一下那个尸体展 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展出过 你可以做一下了解 好的 好的 哦 对了 我上次见过那个展方负责人 他解释尸体来源于洪潮警方 属合法驱导 小海 你为什么不吃 李慧大哥 什么事 你看啊 我们刚一来就碰见黄理军 这是天助啊 我就想你在他身边干点什么事 还怕进水楼台捞不着月 干什么事 这是踏破铁鞋 无匿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可是古今中外强盗们的最高境界了 强盗 俺懂了 俺看那鸟官如此轻狂 定不是什么好鸟 要干 咱们就干票打他 把他 我说李慧大哥 你别老惦记着杀人放火行不行 他不是说缺个保镖吗 我呀 是想让你去给他当个保镖 不是让你去抢钱 让俺去保护他脚官 不去不去 小海 你快些带俺到此地最大的药房去 去药房干吗呀 俺要去寻一个解都的良方 拜托 你还真信公孙盛的话呀 这要么是他老糊涂了 要么是你做梦迷迷糊糊的听错了吧 真有那种药 还应得着你去买 我自己出钱全包了 一人一玩 见者有份 没有 那你快带俺去此地最大的庙观 别呀 你找不着药 你要出家呀 俺没有要出家 俺是要去寻那驱邪的咒语 和降魔的法术 我说你就别费劲了 根本就没有那种东西 要不然这样吧 你先陪我去跟他当两天保镖 然后再去哪儿 我听你的 你说了算 小海 你为何偏要俺去投奔那鸟官呢 加拿大尸体展你还记得吧 我跟你说过的 展方说尸体来源于洪潮警方 可是这洪潮警察哪来那么多尸体啊 这个黄理军可是洪潮第一警罢 我就想 或许能从他那儿找到一些线索 俺懂了 既然如此 俺就去干几天 好 你们身份证呢 你们身份证呢 丢了 身份证号码呢 忘了是吧 还真是忘了 我打小数学就不好 数字一长就记不住 一问身份证丢了 一问身份证号码忘了 你们这样的我尽多了 不是杀人的就是越货的 你这次如何知道俺的底细 莫非你也读过水浒传 这位兄弟还真幽默啊 哦 我这兄弟吧 他虽然武官复杂 但是思想朴素 心知口快 杂想杂说 从不过脑 好 你们其实不用紧张 说实话 你们过去干嘛的 我没有兴趣知道 如果你们愿意留在我这儿 日后有仇家找上门来 在重庆这一亩三分地儿 还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 哦 那太好了 谢谢您啊 跟我干 待遇不是问题 只一样 千万别跟我耍花招 嗯 你把李逵当成什么人 这位兄弟还真是个爽快人 既然你这么崇拜李逵 就叫你李逵吧 等忙过这几天 我给你搞个新版的身份证 就用李逵这个名 啊 您给我们做假证啊 假证 你以为我是电线杆上贴小广告的 这是公安部发的正版身份证 干我们这一行的 多预备几套身份证 护照 到时自有用处 一人一万 先用着 找个住处 买几身像样的衣服 还好 呵儿 你看 seus 小海 这逛街可是需要功夫啊 那当然了 小海 刚才那司讲的什么身份证 可是红朝人人都有这东西不成 当然了 身份证象征了你的身份 上面有你头像 你的生日 你的姓名 还有你的住址 拿着那个呀 你走到哪儿都跑不掉 竟然有俺的姓氏 生辰八字 还有俺的头像 莫非是要做成个小人 咒暗不成 不是 那不是个小人 那就是一张卡片 比方说你去什么地方 把这张卡片给人家亮出来 留个姓名人家才让你进哪 这是什么鸟人定的规矩 这红朝特色呀 你坐火车 去网吧 买汽油 买菜刀 都得留名 这叫实名登记 这五二哥杀人爱留名 公民哥哥替反尸爱留名 这既不杀人又不留反尸 留名作甚 这是两码的事 红朝也有杀人留名的 不过一般都是留仇人的名 小海 这红朝可有做事不留名的 不留名 不留名 有啊 官员财产登记永远是匿名 博书记 黄历军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哦 黄历军打黑是存在问题 方式粗暴 包括你说的言行逼供 这个也是有的 但要说做伪证 做假案 这个太严重了吧 郭书记 这些材料 可都是我们最近拿到的第一手资料 全部来自内部举报 这个黄历军 从铁岭公安局 到锦州公安局 再到重庆公安局 一路打黑 还不是黑吃黑啊 这样的人你要不处理 弄不好 怕是要连累你呀 贺书记真有办法啊 把黄历军在铁岭 锦州的下属都抓 不过 谁又能证明这些材料 不是言行逼供出来的呢 习战党 习战党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论你的资历和出身 你早就应该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了 可谁承想 这些年 法龙公在海外到处告了 在国内呢 你是个书记 可到了海外 你就是个 罪犯 我镇压法轮功 执行的是姜老爷子的命令 难道不对吗 你的难处我知道 今天没有外人 我就跟你开门见山 把话说透了 你在重庆这些年 搞唱红 搞打黑 搞政绩 还不都是为了十八大能路长吗 可黄立军你不处理 怎么能够服众呢 这上面就是有心提办你 也不好说出口话 请问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呢 还是中纪委的意见呢 还是你贺书记个人的意见呢 这当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了 博书记 你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是一个马仔重要 还是维护政府的政绩容易重要 这可是 考验你党型的时候了 可千万 别错失良机 阿恒 上次要暗杀你的是些什么人 也许是文强的鱼党 也许是打黑时候得罪的负伤 也许 都不是 俺李逵最恨耍手段的人 要杀要寡 放马过来便是 崇拜李逵好啊 我也羡慕李逵啊 快一N头 大块吃肉 大玩喝酒 不会吧 您是打黑的 你羡慕一个节道的 这梦想与现实的差距也太大了点吧 我比不上李逵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其实 我就是上边嘴里的一块口香糖 当他们嚼得没有味道的时候 鸭鸡就吐地上 说不定 粘在谁的鞋底子下面 这也太悲观了吧 哎呀 没关系 天塌了 有薄熙山罩着你呢 姓薄的 不过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我替他打黑 给他卖命 到头来 中纪委抄我老底 抓我兄弟 姓薄的铁心不管 就怕我影响他十八大入城 但是从报纸上看 大家还以为你们是亲密战友呢 原来 热灯鸟人 连兄弟知情都不顾 遇到安利奎 义父子批了他 好 喂 嗯 今晚 几点 好吧 今晚有个应酬 你们跟我一起去 嗯 好 怎么了 去北京又不顺利啊 你倒是说话呀 我们有麻烦了 中纪委盯上我了 盯上你了 他们不是一直都在盯着你吗 那叫红眼病 怕你入肠 这什么新鲜的 他们让我查处黄丽君 又是打黑的事 这招狠的 我要是不查吧 他们说我寻思 我要是查吧 黄丽君恨上我 把我们那点事都招出来 这个老贺 真是只老狐狸 他 他就是根棍子 还不是常委会里头 有人怕我入肠 那你见着周书记了吗 见了 见了更新度 怎么 他不待见你了 周书记提醒我 中纪委的人 不只在查黄丽君 还在暗查海武德 海武德 这跟打黑有什么关系啊 你以为中纪委 真对打黑有兴趣 我看他们真正想查的是 活摘器官和实体工厂 怕什么 知道要怎么样 现在有几个没有参与活摘的 整个军队系统 大大小小的武警医院 军医院 有几个能拖得了干系 可这事是我们挑了头 当年你给我出主意 活摘法轮功器官既能发横财 又能得到姜老爷的信任 你什么意思啊 我给你出的主意 这还没出什么事呢 这话里话外的 你就先把我给抛出来了 就算是我给你出的主意 是一家工厂的事 要不是因为你去了德国 那个天天研究死实的德国鬼子 怎么能找上你呢 好了好了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火烧眉毛了 我们就不要再吵了 如果我没猜错 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 黄立军在锦州公安搞的那个 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的状况 那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来个死无对证 自从上回派起那个废物失手以后 他又雇了两个新的保镖 听说有个叫黑炫风的 特厉害 黄立军走到哪儿都带着他俩 他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机会总会有的 倒是这个海武德很麻烦 海武德 要不我给他一笔钱 让他回英国去 永远不要再回来 只要他一离开重庆 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万一落到中纪委手里怎么办 那 你也不能让他一辈子都不回英国呀 现在风声很紧 先把尸体工厂的生意斩停 让海武德也先停 然后呢 然后 留着海武德 迟早是个祸害 你要杀他 你心疼了 你 就按你说的办 就按你说的办 先生请坐 我 拼到数月来 日焰八卦 夜观天象 已知此番改制革新 亦是天术 只因我水波两山 虽以替天行道为好 可是这些年来 错杀无辜 却也不少 上苍降罪 故遭辞劫呀 原来如此 那接下来 这劫灵 还需寄灵人哪 小可愚钝 还请道长明示 我望其而知 那宋江头领的病根在 在哪里 九百年后啊 九百年后 莫非道长的意思是说 宋头领为了帮宋小海救父 去了九百年后 所以才被邪器所亲 正是 此事因宋小海而起 还需宋小海而劫 这可难了 这宋小海乃是九百年后之人 小可就是踏破铁鞋 又到哪里才寻得着他 先生莫及 你可知那李逵兄弟去了何处 小可不知 莫非道长已经知道了 若没算错的话 那李逵并不在大宋 此时正与那宋小海在一起 啊 此番 古老先生去寻 再过几日 他二人自然会来 我梁山能否躲过此劫 全在此一举啊 好 嗯 今天晚上还是老地方见 南山丽景酒店 好的 1605房间 不见不散啊 熬到现在才吃饭 都饿死俺了 不辱虎穴 焉得虎子 你再忍耐忍耐吧 虎穴算什么 俺又不是没去过 当年在仪领 俺在虎穴 杀了四只老虎 对了 对了 我差点忘了 你一口气 杀了四只老虎呢 比武松可猛多了 我就纳了闷的 这水浒传是不是写错了 怎么给武松评论 个打虎英雄呢 你不要再提英雄 这两个字 俺现在天天 给这红巢鸟观看大门 日后传到梁山去 兄弟们会笑死俺的 别急啊 好戏才开始 你都忍了这么多天了 这次一定不能错过 什么好戏 你不要卖关子 你没看出来啊 黄厉军跟博瑟正斗法呢 你不是想见识一下 红朝邪气吗 千万不能错过这一集 博皇内斗篇 来 睡 走 慢慢走 慢慢走 进来 不是说好七点半吗 怎么才来呀 有些事情在公司上发生了 所以我已经迟了 有这么忙吗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想不想听 什么 我跟他说好了 你可以回英国了 真的 你不是一直想回英国吗 但是 我的家庭呢 他们呀 我想让他们回 他们就能回 我不想让他们走 他们就走不了 听听 如果是钱 我能够设置 没问题 整个身体的事 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愿意回英国 和我的家庭 想想 你为我们博家 也做了不少事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你回了英国 你就不想我 算了 不想说就别说了 在你走之前 咱们干一杯总不算过分吧 来 你太想唱了 我 我 不想啊 不想唱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